听话听话 不要叫 它挺熊啊 不要叫听话听话 不要叫不要叫 它还挺熊呢 走了出发出发出发 听话 大家好我是大飞 现在已经到达旧庄镇 然后现在已经中午了 在这边吃点饭 已经有点饿了 看一下吧 导导看有什么吃的 吃点饭 这是一个早点的 中午应该也能吃一点 这是这个小餐厅 有面条 有面条 还有什么老板 米线 米线 小笼包有吗 有的 多少钱一笼 六块 六块 可以看 小笼包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东西 你吃什么饭 什么 面条 小笼包 米线 那 那 面条吧 你吃面条 我吃面条 就吃面可以 炸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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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来一份炸酱面吧 炸酱面多少钱一份老板 大碗七块 小碗六块 大碗七块 小碗六块 大碗小碗 大碗 大碗 行 两个大碗 好 先等一下吧 这是这个小餐厅 里面有两个桌子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环境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旅行的 机型 然后这里是 菜单的单价 里面是厨房 然后我们在这边先等一下 等老板都好以后 准备开吃中午了 之后炸酱面已经好了 看起来好像还行 尝一下什么味道吧 你倒了醋好吃吗 我今天打算吃原味 感觉怎么样 可以 可以 我也拌一下 然后放一点醋就行 其他的都不要了 放一点就可以 不要 大碗要不要 大碗 大碗 怎么样 感觉 这200多公里要骑四五天 嗯 这200多公里 四天 四天差不多 嗯 很难骑 到了到了这边以后 以后就慢了 到了云南以后就慢了 以前都还可以 你没发现 在昆明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 这么潮 到这边以后 空气太潮 嗯 潮了 越往它越潮 而且泡越够 嗯 这味还行 嗯 面已经吃完了 这个面味道还可以 然后下一站 准备出发 抗瘤症 出发了